國慶晚會的大亮點就是 封邁九年的台語天后二姐江會現唱 一練三首金曲連發 溫暖歌聲讓全場觀眾都聽得入迷 能夠重回舞台江會也速度哽咽 封邁抗癌整整九年 台語歌壇天后將會付出的首場演唱 登上台北大巨蛋為國慶獻唱 第一首就希望借著溫暖歌聲 把台灣最溫暖的土地爛屌屌 穿上好友林立為他量身定製的 一席黑色戰袍典雅登台 二姐江會輕量嗓音 讓歌迷感動不已 經典歌曲《雞凹》 讓全場陷入金曲回憶 一人現唱三首歌曲 一人現唱三首歌曲 之前 江會數度哽咽 哎呀 怎麼辦啦 看到大家 好感動 兩萬名觀眾見證江會華麗回歸 也是今年國慶最受矚目的話題焦點 江會說原本還有很多話想說 也想在台上待久一點 但看到這麼多歌迷真的很感動 真心祝福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也祝福我們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記者 朱控制中健剛 台北報的 歡迎收看